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三知识 今天开始 我们来研究妙法莲华经 这部经在释迦牟尼佛的一代使教里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释迦世尊说法四十九年 谈经三百余会 法罚经大概总是在成佛以后四十几年 大概总是在四十二三年以后才说的 那么通常认为啊 释迦牟尼佛是以七年的时间 说法罚经 假定说是在七十三岁 到了八十岁入涅槃 涅槃之前都是在讲法罚经 那么因此之故啊 法罚经 它是说明释迦世尊一代使教所说的教理啊 到了这个最后 说法罚经的时候才把佛出现世间的本怀啊 彻底把它表露出来 所谓开权显实 废前历史 会三归一 这些道理都在法罚经里面说的 而我们这次讲的这个经的本子啊 因为我们是想要以研究天台教理的立场啊 来讲法罚经 那么就是上次讲过天台释教仪 释教仪是天台中的入门书 而里面有好多啊 这个道理都是牵涉到法罚经的 那么如果不懂法罚 那么这个教理 天台的教理啊 也很难了解 因此之故啊 试教语之后 我们就开始先来研究法罚经 而法罚经 第一啊 是先就这个文字方面的了解 要深入 当然是要根据天台三大部里面 法罚学义 法罚文具 细细下方功夫啊 才能真正了解到天台的教理的 那么因为我们要以天台的立场 来讲法罚经 那么对于这个法罚经的科判啊 就得根据天台的祖师 所定下的科判 来做研究啊 比较适合 因此 近几十年来 由这个法罚经官科的本职出现时间 由现在啊 这个法罚经 在各位看的这个金状本的法罚经啊 我们要用这种本职的原因 就是它这个上面啊 上面有科判 这个经文的上面 这个上面有科判 我们重要是要用这个科判 因为这些科判 如果要编写起来啊 是相当麻烦的事情 而且这么大的经 这么大部的经啊 我们都要自己编写 编写科判 是有很多困难的 一方面我的眼睛不行 不能这样子多写字 所以我们要找到 有现成的科判的本职啊 讲的时候 有增加很大的方片 为了要用这个科判 所以必定要用这个本职 而这个书本呢 现在流通本已经很少了 各位现在看到的金状本 这是台中联社印的 但是首剩的金本不多 只有几十本而已 所以不得已啊 用一种方法来分配给各位听众 就是如果要做长期听众 要长期来听的 那么自己去签名 请一部经回去 那么要来的时候自己带来 听完了自己带回去 这部经就是送给你 自己保存就是你的 那么如果是临时来餐厅的 临时来听的 那么我另外有用自己影印的 一瓶 单一瓶的影印本 那么因为我曾在其他的 讲大部经的道场看过 他们这个经啊 听众是不带回去的 来了到了道场 就请一部经看 那么听完了 他经又摆在那个原来的道场里 不请回去 那么这个经啊 一部经讲了一年两年下来 那个经本子啊 真是滚瓜烂熟了 那个封面封底都破烂不堪 里面的经文也相当的破旧 那么这样子弄到最后啊 相当难以处理 你看这种经本 等到经讲完之后要怎么办 问题很严重啊 所以我因为发现有这种情况 我想尽办法 我最后还是想说用这个办法 就是临时听众用单本的这个一瓶 那么给临时听众可以参看 听完了他不能带回去 这个单瓶一瓶的续瓶啊 这个自己引印本不要带回去 就摆在这边 临时来参加听的 就看这个本子 因为一瓶文字不多 用的时间不会太久 不至于太滚瓜烂熟 就是破旧一点呢 也不会那么严重 纵然是破旧啊 也比较容易处理 如果是一部经 整部发发经摆在这里 让自己来的人随便搬随便看 那么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 他自己的东西啊 他会保管得很好 他会很宝贵的 尊重的保管得很好 不是他的 他会比较马夫 随随便便 马夫 尤其有些不懂道理的 他把人家公家的经啊 他听的时候也随便在做笔记 乱写 写好了他又不带走 好了这部经啊 画的里面好像发符一样 弄得最后啊 没有地方摆 谁也不要 那么把一部法宝啊 就这样子爆销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用这种办法 是不得已的办法 希望各位啊 要原谅啊 不要因为我这个这么坚定啊 进度不人 不送接人家看啊 那么这个不是坚定不坚定的问题 而是要尊重法宝 为了要尊重法宝 就长期听众签名 请一部经回去 那么这部经就是你自己的 那你的好好保管 因为是你的破烂了 你的负责任啊 那么所以这个让自己保管呢 好处很多啊 那么如果是临时听众 就看这个临时本质啊 就是一评啊 那么这是讲经之前呢 关于这个书本上的问题啊 跟诸位说明 以后啊就是用这种办法 假如有新参加的 要做长期听众的 随时都可以签名 请经 请完为止 请完了 这种关科本子没有了 没有就没有办法了啊 要讲这个经文之前呢 先说明这个科判 古的奖金啊 都有分科判要 因为一部经文字那么长 例如现在讲的法法经 七卷 二十八平 有六万九千几百字 这么多的文字啊 它虽然有分为二十八平 但是有的一平的文字 也是相当是长的 尤其像这个比喻平 在那一卷的三分之二以上的 如果没有再分段了 讲的时候没有办法提纲 一段一段小段的文字的内容啊 它的纲年提不到 所以必定要有科判 那么这个科判呢 就是等于我们现在写文章啊 分章 分段 分节 分目 章段节目的情况一样的 但是这个章段节目的写文章啊 它不会分得那么细 比较简单一点 顶多分个 五六个阶段已经算多了 那么现在经文里面分科的科段啊 那子母科算起来 有的时候啊 分得很细很多 从母科到子科一直分下去啊 有的时候分到二十多段 分到二十多 从母到子 到二十多 这样子讲起来 要前后对照 对照也是相当困难 以前的高僧大的很有智慧 他想出 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甘子 十天甘 十二地支的这个方法 来做这个母科子科的次序 才不会捣乱 才不会前后 这个混乱 所以因此这个科判呢 你看这个书名上面的那个科判 都用这个十天甘 十天甘做标记 十天甘不够的时候 后边再用十二地支 有二十二构支可以用 那么这样子分细科就很方便了 那么现在那个 看那个科判里面呢 甲乙丙丁 甲科之下 甲是母科 分出的子科是一 一有多少科 那么一支下再分科 那么就是丙 丙之下再分科就是丁 这样子甲乙丙丁 一直分下去 子母分得很清楚 就不会错乱 那么对照起来很方便 这就是在分科 这就是在分科的时候啊 很好用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个天台中的讲的法伐经啊 从古以来是最有名的 也就是说 从隋朝智者大师出现世间之后 智者大师讲了法伐经 由他的弟子笔记下来叫做文具 流传到后来啊 凡是讲法伐经 研究法伐经的人 都要以智者大师的讲法呀 来做标准 来做南边来讲 纵然自己少有发挥 也离不开天台的范围的 那么因此之故 当然这个科判啊 还是以天台的为主了 不过古代的科判啊 跟后人少少有点不同 古时代的科判啊 科就是诸节 科判就是诸节 所以有的时候 他那个科判分得很细很细 甚至有的时候 一句就是一科 两个字就是一科 有这种情况 那么这是 那个科判就是诸节了 他没有另外下诸节 所以如果现代经文 跟诸节配合起来的科判 如果分得那么细的话 会格列文字啊 也有很多不方便 因为古代的著作呀 经跟著书是分开的 不连起来的 你在大当经里面 翻翻看这个经书部 原来的法法文具 没有汇进这个经文之后 之前 之前啊 这个书归书 经归经 看的时候啊 有一部经文对照起来看 那是相当麻烦的事情 古人是为了尊重法宝啊 不敢在法宝 经文之后边写诸节 诸节另外写 所以经书别行 那么要看诸节的时候 要书跟经两本呢 对照起来看 那是相当辛苦的事情 后人啊 没有这种耐心了 因此啊 就把这个注节 注在经文之下 经文高一个字 注节低一个字 表示对法宝的尊重 那么从此之后 就是经书合并起来 流通了 那么由此啊 古代的经书别行 也就把它编成了 经书绘本了 就是像华言经的书钞 古代也是经书别行 后人才把它编成绘本 那么这个编绘本的 就有很多的困难了 我刚才说过 有的时候 它两个字就是一颗 那么你对着这个颗判 来封这个注节排入经文的时候啊 会割裂经文 有许多地方不方便 所以在这个法法经啊 在偶一大师的法法经会议 没有出现之前 就有科注 法法经科注 根据智泽大师的文具啊 把科办注节会进去 编成科注 基要的把它编出来 可是那个科判呢 有些地方就是 做的这个文字割裂的太细 读起来很不方便 那么由此到了这个明朝末清朝初 偶一秩序大师 他就按照这个法法文具的这个原意啊 把它写成会议 就是月天台的教义啊 会进法法经文里面去 就是会议 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官科的科判呢 就是偶一大师法法经会议里面的科判 法法经会议的科判 他这个科判完全是根据文具的 不过有些地方割裂的太细的地方啊 他加以 少少改变一下 小科有所变通 大科都是照原来的 所以研究天台的法法经 科判还是要以会议为主 因此一般讲法法经的除掉是选手中 或者是为师中 那么其他以天台的讲法讲的都是用这个科判 那么因此在几十年前呢 在香港就印这个法法经官科 就是有一位法师很发心啊 把这个偶一大师的会议的科判呢 把它编到这个经文里面去 在书名上写出这个科判 小科啊 编在这个经文的旁边 这样子一看就清楚这段是什么科 但是如果不懂这个教理的人 他看到这个科判呢 反而觉得麻烦了 因为他不懂啊 莫名其妙 所以有人不懂这个科判的人呢 他觉得这个科判很累赘 好像很麻烦 看起来没有办法懂 那么因此后人印法法经啊 印这个官科的本质啊 越来越少了 现在人啊 印法法经 有的是印这个注音的 国语注音的 那么只是一边的 一般的一个法法经的白文而已 不加科判了 那么因此这个科判本质就很少 现在这个科判呢 各位看了这个书本 翻译人的启词有一行 明古武 偶一自虚科 这就是说明这个科判的作者 就是明朝末 世尊者之一 偶一大师所编的科判 他是古武啊 古代的吴国 就是江苏 江苏省 他是木独的人 木独啊 木独是一个镇 就是现在的这个楞严山 印光大师的道场啊 楞严山念佛道场的这个山下 山下呀就是木独 就是木独镇 偶一大师 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人 就是木独的人 木独那个地方啊 就是古代的吴国 江苏浙江是古代的吴国 因此叫做古武 而他那个木独的镇啊 正好是吴县的西南二十七里的地方 吴县的西南边 因此啊 称为古武 表示他住的地方啊 原来古代的吴国 那么关于这个科判的内容啊 我们讲到经文的时候 再来随时加以说明 那么 偶一大师他讲这个法法经的时候 他这个科判的开头说 将是词经 大文封二 他将要解释这部法法经啊 文字封为两段 上面那个弥柱的科判啊 大文封二 是哪两种呢 第一题目 第二入文 第一就是先解释题目 然后才进入正文来解释 如是我文以下就是入文了 那么这里面的题目啊 有三种 所以说题目有三 题目有三种 第一 经题 经题就是妙法连法经这五个字 这是经题 第二 议题 议题就是翻译的人 翻译的人 经题下面的一行 遥情三丈法师 这就是一题 第二 第三 品题 因为经文分为二十八品 七卷二十八品 二十八品啊 每一品都有它的题目 所以第三就是品题 所以第三就是品题 而品题有二十八个品题 这里第一个品题就是续品 那么这是开头要讲的时候的课判就到这里 入文以后啊 以下的这个课判等到入文以后再说 现在就是先讲这个题目 先讲题目 题目里面呢 要先讲这个经题 先讲经题 就是妙法连法经五个字 你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讲经 讲经就讲经好了 按照经文一直讲下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 应当要知道 题目啊 就是全部经文的总纲领 全部经文的总纲领 所以古人有个比方 说如王提起纲 这众目字章 好像这个抓鱼的王啊 鱼王 王有总纲 要拿鱼王的时候 你从这个总纲提起来啊 那个鱼王的王目啊 千目万目通通通都来了 都很顺序的来 就不会搞乱 好像拿王 要提他的总纲 从总纲提起来啊 那么众目字章 所有的千目万目 通通都跟出来 就不会拢乱了 我们没有抓鱼说这个鱼王鱼钢 可能不大容易了解 还有一个比方 他说 若一 结起灵 这经绣自制 好像我们穿衣服 穿衣服 穿衣服啊 穿衣服啊 要从这个衣领拿 要穿衣服的时候 要从这个衣领拿起来穿 如衣 结起灵 拿这个衣领 那么衣巾 就三级背 三级背 衣巾 衣袖 精绣自制 这个衣领一拿 精绣都很清楚了 那么拿起来就可以穿了 假如你从这个三级背拿起来 看你怎么穿啊 看你怎么穿 点斗讨了 所以这个好像穿衣服 穿衣服的时候 要从这个衣领拿起来 衣领一拿起来啊 这个衣袖子啊 衣巾啊 就是很清楚的 就好穿了 那么这个奖金奖 这个体梦啊 也就是好像这个 穿衣服拿衣领一样 所以叫做钢领啊 钢领 钢领就是这个意思 拿着这个总钢 衣领一拿 哦 好穿 那么我们研究经文 也是要先研究体目 它的用意就在这里 所以古的说 假如你把这个 精细研究清楚啊 内容的要衣啊 已经是了解一半了 了解一半了 所以古的讲经 把每一部经的体目 都是讲得非常的详细 古的讲经啊 解释经题的 这个所谓金贤贤论 金贤的贤论 这个贤论啊 讲法 各有各的 这个特殊的讲法 在教乡 中国佛教的教乡 最普遍的 就是天台中 跟贤手中了 贤手中也叫做华言中啊 就是以华言为本经 弘扬华言的 贤手果实以下 清凉果实讲华言 它用十门贤谈 所以贤手中奖经的 金贤贤论啊 就是十门贤谈 分为十个 十方面来解释 十门来解释 它这个十门贤谈啊 第一就是教起因缘 第二是 藏 圣 奋 奋 奢 奢 奢 就是三藏里面 是金藏 绿藏 论藏 圣 大圣 小圣 奢 十二分教里面 是属于哪一类 十二分教哪一类 所以藏 圣 奢 奢 奢 这三类 所收射 这部经是属于哪一类 第三 它有这个意理浅身 第四 能圈 体 性 第五 说明这个手背基仪 第六 中趣通局 第七 物类品会 第八 传译感通 第九 总是明题 第十 别解文艺 这是选手家 奖金的方法 提前选论啊 用这十门 叫做十门 宣谈 这个十门 宣谈谈起来啊 相当反的 很不容易了解 所以华言经 有华言宣谈 天台中讲经 就是智者大师讲法法经啊 用五重选一 五重选一 这五重啊 第一 是明 第二 贤体 第三 民宗 第四 论用 第五 叛教相 他这五门啊 是配合的最好了 而 金刚经讲义的作者 江卫龙 居士 他也是用这个五重选一啊 来发挥金刚经的药益 他对这个天台的五重选一啊 五体投地的尊重 他说他这个五重选一啊 组织的最晚辈 最严密 他说这五重啊 少一重也不可以 多一重也不必 那么这五重是正好 不多不少 不能多也不能少 那么如果是选手的十门宣谈了 那么就可以多可以少了 有的时候他只约六门讲 实际上十门里面 第九第十也不是宣谈了 第九就是解释经题的意义嘛 总是明题 第十是别解文一了 是讲经文了 也不算宣谈了 宣谈只有前八门 前八门也不是通通宣谈了 第八的部内品会也不是宣谈了 第七的部内品会跟第八的这个传译感通啊 这两个也不是宣谈 也不是宣谈了 只是说明他的部内 有几品有几会 他传译以来翻译过来之后 感通的情况 所以六七也不是宣谈了 而选手的十门宣谈里面只有前面六门 前面六门 所以有的时候他只用六门 那么选手的十门宣谈可得可少 天台的五重选一啊 多一重不必 少一重不可 那么这个五重选一就是不能多也不能少 正好组织的最严密最清楚了 所以隋朝智者大师 在大树山清静会师禅师 修习法法三拜 他读法法经开悟之后啊 清建零三一会 从此之后得法法经的初玄陀罗咪 得到无碍变才 那么他在讲法法经的时候啊 只讲妙法联华经五个字 妙法联华经五个字的经体啊 讲了九十天 讲了九十天 这就是有名的九旬谈庙 九旬谈庙 由他的弟子张安尊者笔记起来啊 就是现在这个流通的法法经悬一 妙法联法经悬一 那个悬一就是五重悬一了 他这就是愿五重悬一啊 解释这个妙法联法经五个字 讲了九十天 那么笔记起来就是一部大书啊 有十卷 十卷每一卷都会上下 上卷下卷 那么又是实际上啊 法法全意是二十卷 二十卷啊 你想想看 妙法联法经五个字就讲了九十天 这还得了 现代人呢 如果以这种讲法 他怎么能够接受啊 恐怕下次他就不想来了 傻又拉了 或者是说再见了 因为听不懂嘛 听不懂 没有办法听下去 结果他就不听了 所以结果 现在对这个五重悬一了 这对高贪 高深的理论呢 能讲的机会很少了 就是你能讲 没有听众 听的人不能接受 他听不懂嘛 不像古代讲经 古代讲经啊 听经的都是 甚有法海的听众 他对佛法都是有深深的了解 懂得很多 假如你只讲消文诗意 那你用不着讲 他自己就会讲嘛 听众自己就比你会讲 他用不着你讲 所以因此这个讲的人 必定要有高深的理论提出来 那么听众啊 才听得有味 古代是这样子 现在不行了 现在都要吃糖果的 没有糖衣啊 他吃不进去了 所以因此之故 这个五重悬一已经没地方讲 没地方讲 现在我们也不能细讲 可是不能不讲 如果不讲没有机会了 不要先害怕 我讲的会很好听的 不要害怕 因为这个我的讲法 不会讲九十天了 你可以放心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讲九十天 只先用大概的方式 说一说就好了 那么现在就是按照这个 五重悬一的讲法呀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这个不算讲了 只算是简单的介绍 给诸位先知道一个大概 那么将来如果有这个福报 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进一步研究法法悬一 那你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有一个大概的这个五重悬一的印象 看起来就不会太难了 那么现在讲这个法法经的题目啊 第一 写示这个名义 就是世民 妙法联法经五个字 世民啊 法法悬一里面讲了八卷之多 八卷之多 不得了的 现在我们不能细讲 简单说明 第一 对这个经题啊 要分别这个通题与别题 叫做论通别 论通别 要研究的人啊 要靠自己笔记啊 靠自己笔记 我不再写讲义了 也不再写黑板了 写起来相当麻烦 也不是我懒惰啊 实际上我的眼睛不行 我的眼睛写起来相当苦恼 那么没有这个力量再写了 只好是靠个人听的时候啊 自己做笔记 我会尽量的讲慢一点 重要的文字啊 我会尽量的 重复 多重复一两遍 那么这样子您做笔记 也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还有一个方便 现在有录音 录音你会多听几遍 总是比较容易听得起来 记得下来的 那么我在从前民国三十六七年了 听宾宗法师讲经 那根本他是不写黑板的了 他讲大作 讲大作 穿袍大衣 还有银行 还有唱赞子 还有鼎礼 然后他开讲 讲完了 还有念佛回向 还有送法师回聊 那么他高奏在法奏上啊 就是哇啦哇啦像流水的样子 一直讲下去 他也不会说是到重要的地方啊 特别的慢一点 细一点讲 凭他自己 他的无碍辩才啊 就是好像如瓶泄水一样啊 哇啦哇啦一直讲下去 也没有录音带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录音机啊 台湾才光复一两年嘛 那么完全靠自己听 那么当时听经还有一个困难 他是火楼狼 陆港人 火楼狼 他讲火楼 那么我是客家人 客家人听火楼话 你想想 有多大的困难啊 而且只能听一遍 我还有一个困难 我听下来的福讲 那些客家人听不懂的 还要靠我来福讲 我自己是个客家人 听火楼话啊 就是不神懂了 已经不神懂了 再要我翻 我翻这个客家话 所以你不用心听 是不行的 那么因此啊 在那个时候听经 根本是完全靠自己的记忆力 记忆力如果不好的话 那么笔记也没办法做了 因为他讲得很快嘛 哪里来得及写啊 一个字没写好 他讲了十几句了 看你怎么写 你的笔记怎么做 完全要靠脑筋笔记 不能用笔写的 现在我会注意到各位要做笔记的地方啊 我会特别的注意 那么讲慢一点 那么现在讲听经题的这个文字还没解释 文字没解释之前啊 第一 论通别 先说明这个题目啊 有通题有别题 妙法联华四个字 叫做别题 别以本经过 其他的经不叫做妙法联华 比如说金刚波瑶 佛首欧弥陀 这个大方广佛法言 他不叫做妙法联华 别以其他的各经 只有这一部经才叫做妙法联华 所以这个这四个字叫做别题 经的一个字叫做通题 通以诸经过 其他各部经都叫做经 不但是妙法联华是经 佛首欧弥陀经 还有大方广佛法言经 金刚波瑶波罗蜜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 统统都叫做经 所以这个经字叫做通题 这就是把这个题目上分通分别 妙法联华是别题 经是通题 这个叫做分通别 论通别 第二 古的对于这个经题的建立 有这个七种立题的说法 说这个佛经的题目建立 有七种方式 以七种方式建立这个题目 就是约这个人 狼啊 人 法 佛法的法 余比喻比喻比方的比喻 余人 法 余这三个字来建立题目 而经题里面 有三个字建立题目的 有三个单 三个福 一个具足 单三福三具足一 这个叫做七种立题 这个叫做七种立题 单人立题 单法立题 单欲立题 这是三单 福两个字合并起来 两个字合并起来 人法立题 人跟法合并起来 没有比喻 人欲立题 人跟比喻合并起来 没有法 法 法育立题 有法有比喻 没有人 没有人名 这个叫做三福 人法 人欲 法育 这个叫做三福 人 法 育 三个字具足建立题目的 这个叫做具足 具足三个字立题 这就所谓七种立题了 七种立题 你看这个藏经里面所有的经 总不出这七种方式建立题目 我们现在可以几例 例如单人立题 经题里面只有人 没有法 没有比喻的 例如 佛说阿弥陀经 佛 是教主 释迦牟尼佛 是古人 已经证古的人 阿弥陀 是所说的古人 西洛世界的教主 阿弥陀也是古人 所以佛说阿弥陀经 这是单人立题 佛说无量受佛经 这都是单人立题 因为这个经题里面呢 只有人 古人 或者是阴人 例如说维摩经 维摩经 所说经 这也是人 维摩经是人民 维摩经是基斯 但是它是阴人 是修阴的人 还没有成果 没有成佛 这个叫做阴人立题 人 有古人 有阴人 像佛说无阿弥陀经 单人立题 是古人 无一摩经所说经 单人立题 是阴人 阴人 阴地的阴 那么这是单人立题的例子 上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多 单人立题 有单法立题的 这个题目里面只有法 越法的表达 没有人 没有比喻 例如说 大波涅槃经 大波涅槃经 涅槃是理法 信理之法 这个题目里面只有涅槃之法 没有人 也没有比方 所以涅槃经是单法立题 这是几例呢 另外单笔预理题的 例如 大宝基金 大宝基金 宝基 是比方了 这部经里面 道理很多 佛法很多 好像很多宝一样 很多的法宝基 在这一部经里 所以叫做宝基 又如大宝基 这是比方 这是比方 不是法 也不是人 题目里面只有比喻 没有法 没有人 这个叫做单欲立题 那么三单的几例就清楚了 明白了 接下去 可以说这个三幅 人法立题 题目里面呢 有人有法 可是没有比喻 例如 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尽量 以为大家常见的经文 来做比方 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是人 因人 本愿是法 修法 愿是他所发的愿 那么是修法 所以这个经题里面 有人有法 没有比喻 地藏菩萨本愿经 若是流离光如来 本愿功德经 这都是人法立题 若是流来是果人 本愿功德是修法 也是果法 所以像这类经文呢 都是人法立题 题目里面有人有法 没有比喻 另外有人欲立题 有人 有比方 里面没有法 例如 如来 狮子猴经 藏菩萨里面有一部经 叫做如来 狮子猴经 如来是人 古人 就是佛 狮子猴是比方 狮子猴是比方 比方佛说法呀 好像狮子受亡啊 一猴 众受 仙藏 说佛说法好像狮子猴啊 这叫做如来狮子猴经 狮子猴是比方 是欲啊 如来是人 这是人 欲立题 里面没有法 如来狮子猴经 人欲立题 这是利啊 人法人欲说完了 还有法 还有法 语 题目里面呢 有法 有比喻 可是里面呢 并没有人 例如说 金刚 菠萨 菠萨 蜜 经 菠萨 菠萨 蜜 是法 金刚 是比方 金刚 菠萨 菠萨 蜜 经 是法 语立题 那么佛经里面像这类建立题目的很多的 这是三福 人法 人欲 法欲 这三种例题 另外最后一种啊 三样都具足 人法欲具足 这好像大方广 佛法言经 大方广是信法 佛是果人 华言是比喻 大方广 佛法言经 这是人法 欲 三种具足 立题 这个叫做七种立题 现在这个七种立题的例子都已经举出来了 各位可以拿这七个例子啊 去比对一下 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个妙法连法经 在这七种立题当中啊 是属于哪一种动动脑筋啊 动动脑筋 不要当我动脑筋 你们不动脑筋啊 动动脑筋 把这个七种立题你懂得呢 然后你对对看 对对看 妙法连法经 在七种立题当中 是属于哪一种啊 自己查查看 看这个 妙法连法经 这个题目里面啊 人 法 欲 这三样当中啊 它是属于哪一种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下课 unpleasant schaffen 操作 我们在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智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启任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指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 共12311次 红蟹大迁徙 在蟹岛的热带雨林中 生活着颜色像火苗一样明亮的红蟹 这些原本生活在海洋里的生物 为了生存 已经适应了陆地生活 妈妈 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红蟹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雨季来临的时候 这些红蟹又要开始进行大迁徙了 大迁徙 他们为什么要大迁徙啊 他们的后代 只有经过海水的沐浴 才能获得生命 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 红蟹们都会进行一次 浩浩荡荡的远征 从密林高地 向海边迁徙 原来他们真是为了自己的宝宝 才进行迁徙啊 红蟹的迁徙 是一个艰难困苦 危机四伏的历程 整个迁徙过程 将会有难以估计之红蟹 克死他乡 大家注意了 前方 是我们迁徙过程中 第一道难关 每年 都会有很多同伴 在那里丢掉性命 所以到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 通过那里 知道吗 那里究竟有什么危险啊 炙热的路面 本身就能让我们致命 更何况还有来往的汽车 我的这只蟹夹 就是被汽车压断的 啊 原来有这么危险啊 看来我必须要小心一点的 红蟹的腮肉虽然退化了 不再具有呼吸作用 但是却可以迅速吸收 或者散发水分 炙热的路面 一旦将他们塞内的水分 蒸发干了 无论多么强健的红蟹 也会一命呜呼 快 我们要赶快 穿过公路 啊 好可怕 快跟上 趁着现在 没有汽车 赶快穿越过去 快 趁现在 我们也赶快过去吧 救命啊 太可怕了 这里真的非常危险啊 简直就是地狱入口处啊 好了 我们继续赶路吧 这一关 我们算是过去了 但是 以后的危险 还多着呢 啊 是哦 经过一天的跋涉 红蟹群 开始休息 但这时候 也正是肉食蓝蟹 觅食的时候 他们 也要去海边 繁衍后代 但他们 总是走在 红蟹大军的后面 这样一来 便会有充足的食物 补充体力 而他们的食物 就是那些红蟹 啊 救命啊 蓝蟹 是蓝蟹 天啊 蓝蟹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虎般们 蓝蟹出现了 我们 快团结起来 请他们赶走 尽管红蟹的眼睛 不像蓝蟹那样 适应黑暗 尽管他们的身体 和钳子 比蓝蟹小 但凭他们的数量 也能像洪水一样 蓝蟹 蓝蟹 烟幕 我的朋友 他就这么死掉了 就这么死掉了 不要太伤心了 每次迁徙 总是会有很多同伴死掉的 唉 我们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早起 继续赶路呢 明天 不知道明天 又会遇到什么灾难 明天 我们将穿越铁轨 被太阳晒过的铁轨 温度非常高 一碰上去 就会被烤焦 天啊 那不是又会有很多同伴 因此而丢掉性命 所以 我们尽量早点出发 趁着铁轨的温度 还没有升起来 就赶快穿过去 嗯 快 你们快从我身上爬过去 这样 就可以安全地通过了 不行 我们要去救他 不然他会死掉的 不 我们快从他身上爬过去 为什么 他还活着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你知道什么 我们现在 是在和太阳赛跑 一旦阳光直射到铁路上 我们同伴 用自己的身体 搭建成的保护层 便会被烧成灰烬 那样的话 我们谁也无法通过 接下来 要经过的 就是一座桥 天上的鸟儿 正等着这群 红线美食的到来 哈哈 太棒了 美食送上门来了 对呀 这一天我等很久了 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哈哈 不好 空中有危险啊 大家镇定 不要乱 不要乱 经历了千辛万苦 这群红蟹 这群红蟹 终于来到了海滩 他们开始 在沙滩上 挖掘各自的新房 这时候 蓝蟹种群 也赶到了 这绵延几十里的沙滩 无法容纳 所有的熊蟹 战争 无法避免的 发生了 你们俩 快钻进沙洞里 我帮你们 守着灯口 那些蓝蟹 好可怕 不要害怕 独臂大哥 会保护我们的 我们绝不能 让那些强盗 闯进洞里 每一会儿功夫 一大片的沙滩上 不再有一只 爬动的红蟹 只剩下 遍地的蟹尸 他们将会 被海浪 带回大海 带回到 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 啊 怎么会这样啊 独臂大哥 独臂大哥 你醒醒啊 你快醒醒啊 他还活着 独臂大哥 还活着 好好活下去 让你们的孩子 活下去 交配完的熊蟹 会离开海滩 返回蟹岛的丛林 而雌红蟹 则会独自留在这里 不吃不喝不动 期待着新生命的诞生 长潮了 我们的孩子 要回归大海了 宝贝们 快点长大吧 快点长大吧 哎呀 怎么回事 天啊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突然会有一个大浪 将我们打上来啊 你快醒醒啊 快醒醒啊 你身体里还有很多宝宝 等待着出生呢 我不行了 麻烦你把我带到海边 我的孩子 还有一些没出来呢 嗯 好的 孩子们 我的孩子 愿你们平安健康地度过一生 经过二十五个日日夜夜的阴阳更替 经过夜而再 百而迁 切而万次的海浪冲击 这些蟹子 变成了机体健全的右线 向沙滩涌来 哈哈哈哈 可以饱餐一顿了 太棒了 真是难得的美味啊 啊 我们快离开这里 这里好可怕 我们要回到丛林里去 孩子们 我们的孩子们回来了 欢迎你们回来 生命的力量 超乎人类的想象 这些红蟹为了繁殖后代 付出了多么惨烈的代价 据统计 在蟹岛上 有成年红蟹一亿两千万只 每年迁徙过公路 会死亡七十至一百万只 过铁路死亡十万只 被鸟类 其他蟹类捕食 也有十万只以上 如此惨重的伤亡 只为了延续种族的继续繁衍 经过种种的考验与历练 存活下来的红蟹 将继承前人的一波 继续带领着后代子孙 前往海边 去繁衍生息下一代 大家小心啊 前方是我们迁徙过程中 第一道难关 每年都会有很多同伴 在那里丢掉性命 所以到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 通过那里 红蟹 用无比坚强的毅力 一路披荆斩棘地 度过种种困难 就是为了延续下一代的生命